朋友來看到是新冠病毒 現在又出現了大魔王 這號稱是免疫逃脫能力 最強的新變種病毒 XBB.1.5 目前已經是美國的主流病毒株 由於容易引發腹瀉 因此在中國還掀起了腹瀉藥的搶購潮 在台灣的部分 大家要小心了 由於中國即將要進行邊境減封 因此以這個元旦當天 從中國返台的旅客來看 經過脫衣篩檢之後的陽性率 是勾達了27.8% 等於四個人當中就有一人確診 元旦一大早就有航班 從中國飛抵逃機 不過這些入境旅客 通通都得進行脫衣PCR 而結果出爐 524人中陽性就佔146人 陽性率達27.8% 就是三成左右 第一天那當然還需要再觀察 再看後續有沒有什麼變動 後續影響還要繼續觀察 至今定序結果 3號送審後 再三天才會有結果 不過醫師黃立民直言 現在應該關注的是 找出感染者和管理陽性者 畢竟一代失守 恐怕讓台灣疫情升溫 過年春節的時候 尤其是台商回鄉醒親的時候 大家當然會擔心說 這個會把相關的疫情帶回台灣 應該要打這個次世代的一個疫苗 不過問題還沒完 號稱免疫力脫逃能力大魔王的新變種病毒 XBB點1點5來勢洶洶 現在已成為美國主流病毒株 佔總確診數四成以上 OMACRON確診者更要小心重複感染 由於他容易引發腹瀉 中國更掀起另一波強藥潮 專制腹瀉的蒙托石傘 更是一夜之間賣到缺貨 疫情危機四伏 作為中心分析 台灣疫情高峰可能會提前到1月底 當中平均每日確診數 有機會達到4萬以上 春節廉價 民眾恐怕還得繃緊神經 解釋嗎